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出现的死亡事故呢 这里是其中一个调查的方向 凌汉豪在立法会一个小组委员会主动回应事件的时候又说 有关清理渠务的工程已经停止 也都会暂停同类的地底渠管清洗工程 确保承建商和工人明白有关的工序 有当区的区议员就说 事发的现场位于游乐场里面最入的位置 凌晨的时分都比较少人经过 出事的话都较难发现 行政长官李家超向死者的家属 致以深切慰问 表示政府会提供一切的帮助 强调工业安全有赖作业人士 和有效的管理制度 无线电视机载彭荣熙报道 国往发生过多宗涉及沙井的致命意外 同一位置2006年亦都发生事故 工会质疑承办商没有做足安全措施 涉事的地盘属于渠务署九龙及新界南区渠务维修建造工程 据了解承办商是超轻人力联营 外判商违信渠务负责清洗渠务工程 事发的园和游乐场在2006年 亦都曾经发生沙井致命意外 两名外判工人被困在地下两个钟头之后死亡 去年9月九龙原坊商场地下设施 两名工人吸入沼气昏迷 事件一日才被发现 劳工处之后收定密闭空间工作指引 列明承建商要设閉路电视 以及记录工人出入时间等 但是目前仍未实施 工业商忘权益会质疑 就算有指引都未能防止意外发生 指引又指引地写 但是执行仍然很多地方不到位 发现有很多垃圾要清理 要用人手去清理的时候 那又有没有事前想过 会有机会出现这件事 而做足相应的预防措施 游专家就说进入密闭空间工作之前 需要有合资格人士评估 这个沙井因为在这里附近就是一个污水处理厂 或者叫污水奔放 那个流化氢的含量是熟悉的人都应该知道这里是会特别高的 所以如果在这里附近做事 其实一定要做足充分的密闭空间相关的措施 要长期的气体监控 上落要有一个吊具 还有外面有一个我们叫做看守员 在外面看着保持沟通 建造业总工会就说 由于渠务工程的沙井是相连 建议在上下游各开一个井盖进行扶压秋风 无视电视机者陈聚航报道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4个多钟 当局在早上8点下午1点的期间 收到54宗临树报告 没有人受伤 西贡降雨量一度绿德超过40毫米 清水湾道有大树倒塌 消防道长升起云梯 脚断有倒塌危险的树干 逐一清理运走 来回银影路和银线湾回旋处的一段清水湾道 来回行车线要全线封闭 去到下午近3点才解封 期间专线小巴和巴士都要改到行驶 而深圳多区都落大雨 全市进入暴雨防御状态 网上的片段见到 深圳上午雨势强劲 不时横风横雨 深圳市气象局说 上午全市出现雷雨天气 全市累积降雨量达到暴雨级别 罗湖福田等多个区提升至最高级别的暴雨 红色雨景 全市进入暴雨防御应急状态 中小学幼稚园停货 多个呼吁民众远离低华危险区域 至于周末暴雨印发洪水的英德市 目前的积水已经大致退去 工作人员忙于清理淤泥 供电正陆续恢复 广东多处上星期开始下暴雨 兆关、清远、兆庆等地出现水灾 至今造成最少四死 仍然有十人失踪 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 一连两日到重庆考察 习近平参观了 重庆国际物流枢楼园区 又到了九龙波区一个社区 探访区内的服务中心、食堂等等 并和民众交流 习近平也到访重庆市数字化运行及治理中心 了解当地加快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 实施城市更新和保障改善民生 提高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等等情况 英国有国会研究员和学者 因为涉嫌帮中国从事间谍活动被起诉 而德国也有三个公民涉嫌向中方提供情报被捕 中方敦聪英德两国停止政治操弄 英国检察署星期一起诉两个男人 其中一个是29岁来自伦敦的卡什 他曾任职国会研究员 参与研究中国事务 曾经同执政保守党资深议员共事 包括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卡恩斯 以及那个中国研究小组的共同创办人 内政部保安事务国务大臣董勤达 而另一个被起诉的男人 就是32岁来自牛津棍的贝里 贝里曾经在浙江省杭州市任职教师 曾经在网字介绍他在中国教书的经历 两人去年3月已被捕 当局以违反官方保密法起诉他们 说他们涉嫌在2021到2023年2月期间 为中国收集、记录或者传达有利敌方的资讯 损害英国的安全或者利益 两人终于在星期五提堂 另一方面 三个德国公民包括一对夫妇 因涉嫌为中国从事间谍活动 星期一在法兰克福附近被捕 由警方压界到德国联邦最高法院 联邦检察官发声明说 三个人由前年6月前开始 就为中方情报机关工作 其中一人被指是中国国安部代理人 透过被捕夫妇 获取关于军用创新科技的资讯 他们同时被指在未经许可下 向中国输出一部 欧盟列为军民两用器材的特制雷射仪器 涉嫌触犯德国出口法律 在北京外交部说 近期有关中国在欧洲进行所谓间谍活动的报道 都属于炒作 目的是抹黑打压中国 我们对这样的一种炒作坚决反对 我们也敦促有关方面 停止散布所谓中国间谍威胁的虚假信息 停止反华的政治操弄和恶意诋毁 发言人说中方一贯坚持在相互尊重 互不干涉内战的原则基础上 和包括欧洲在内的世界各国开展合作 武圣时记者谭卫英报道 稍后会有交通消息 回来新闻时间 立法会大楼扩建工程举行平顶仪式 3、2、1 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多个司局长 去到立法会出席仪式 并参观以组装合成的方式兴建的议员办公室 又同议员查序 今届立法会由60席增至90席 大楼前年9月起扩建 由10层加建至到14层 增加议员办公室 大楼稍后会安装幕墙和组装机电设备等等 预计在11月员工 议员已经协调好分配办公室 这一项是非一般的工程 既要安全稳妥 来日夜进行 又要应付施工的噪音 巨风暴雨这些问题 同时也要确保立法会和综合大楼如常运作 这个挑战是巨大的 届时也都欢迎官员多些来和议员沟通 见面多交流 一起拍住相 为市民谋幸福 为香港谋发展 行政长官李家超说 社会上假资讯已经减少 政府会主动驳斥假新闻 期末无需透过立法处理 律政司司长林定国也都说 现时没有计划就假新闻立法 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行政会以前说 不同的新闻工作团体和政府都会主动驳斥假新闻 期望不需要立法 情况来说 我觉得跟我们最坏的时候 是有进步的地方 但不是表示我们忽略这方面的威胁 我的取代是 如果可以用自律行业提升和专业化 去处理这个问题 应该是首先的选项 我们是要共同努力 不需要立法 律政司司长林定国接受南华早报专访的时候说 现在没有计划定立假新闻法 形容是复杂的法律问题 参考了新加坡相关法案 意见或者事实在法律上难以区分 而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已经生效 禁止某些散布威胁国家安全的虚假言论 没有迫切需要定立假新闻法 曾经说香港有迫切立法的立法会议员 应同政府的决定 又说当局除了要加快反驳假资讯 关键是教育 做多些宣传教育的工作 增加年轻人和大众市民的 网上资讯的素养 让他们明白就算收到一些消息 也不要随便传播出去 他说政府还应该教育市民 多些做事实查核 无线电视机就在中策器报道 看财经消息 恒生指数今天收视日报 16,828点升317点 全日总成交1,160亿 最会有港股收市价 腾讯控股升12元 美团升8元 盈富基金升3毫半 阿里巴巴升1.3毫半 恒生中国企业升1.3 中国银行升4仙 港交所升18 汇丰控股升8毫半 中国平安升9毫半 小米集团升3毫6 其他主要蓝筹股表现 汇丰控股升8毫半 有帮保险升6毫 中移动跌2毫 港交所升18 煤气升9仙 恒生科技指数3449点 升112点 欧洲故事 联敦富士100指数升24点 巴黎克指数升25点 德国DEX指数升129点 受到零件短缺影响 波音旗下787客机生产瘦了 有分析预计 将会对波音业绩持续带来压力 预料第一季亏损将会扩大 受飞行安全问题困扰的波音 飞机交付继续受阻 波音近月来致力提高787客机产量 不过由于供应商的一些关键零件短缺 预计787客机的产量会被拖慢 直至去年底 波音每个月生产大约5架787客机 目标是最快将明年的产量提高 至到每个月10架 787客机过去曾经因为品质的问题 暂停交付近两年 至2022年中才复产 另外受仓门飞脱事件影响 波音737max项目生产持续放缓 事实上在监管机构更加严格的质检之下 波音三月份只是交付到29架飞机 综合第一季交付量也只有83架 按年减少3成6 也远低于去年第四季的157架 相反竞争对手空中巴士 第一季交付142架飞机 过年增加1成2 波音将会在美国时间星期三公布第一季业绩 有分析认为更多的质量检查 迫使到波音放慢生产速度 加上近期研发费用的增加 对公司盈利将会带来压力 综合市场预测 波音第一季核心每股亏损将会扩大至1.43美元 去年同期核心每股亏损为1.27美元 母斯电视记者陆佩音报道 澳洲的新南威尔士州 估计未来四年 政府有高达接近120亿澳元的财政缺口 只合大约600亿港元 很大机会失去最高评级的AAA信太评级 新州财长批评当地的财政问题 和联邦政府的消费税分配制度有关 澳洲新南威尔士州 即将在6月公布新一份财政预算 财政部早前估算 从联邦政府获得的消费税 预告州政府的收入将会减少 消费税是州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之一 新州财长穆克希 在一个活动上进一步透露 未来四年 州政府有接近120亿澳元 折合大约600亿港元的财政缺口 木克希警告在有关财政状况下 几乎可以肯定新州将会丧失 现在享有的最高级别 AAA信太评级 令到州政府日后的借贷成本上升 有专家就估计 额外的利息开支 每年可能高达超过一亿澳元 根据协议 联邦政府会将统一收到的消费税 返还给州政府和领地 新州批评现在的分配制度 令到教室的州份受惠更多 每缴纳一澳元的消费税 新州目前只是获返还 百毫七千澳元 折合大约4.4港元 联邦政府就为政策辩护 木克希说短欠的款项 相当于那个州拼请1万9千个教师 或者1万6千个警务人员的费用 强调联邦政府应该按照人口比例分配消费税 对于财政有困难的较少州份 可以另外提供补贴 无线电视记者杨洁仪报道 日本九十几个跨党派国会议员 集体参拜靖国神社 供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 正值春季礼行大祭 国会94个跨党派议员 今天上午齐集前往参拜 首相岸田文雄日前向神社供奉祭品 经济在生担当大臣申腾二校就到神社参拜 在北京 外交部说靖国神社是日本军国主义 对外发动侵略战争的精神工具和象征 中方坚决反对日方有关靖国神社的消极动向 已经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 各位我是彭建华 四个渠务工人半夜怀疑在沙田一个沙井吸入沙气 造成量射量相 渠务署说工人当时负责清洗污水渠 无需进入沙井 会调查为什么进入沙井 至于两个伤者需要留意情况稳定 事发在沙田园和游乐场 警方半夜12点之后接报 两个工人躺在大约4米深的沙井里面 现场消息说工人在沙井期间 沙井口外面没有人住手 据了解四个工人星期一晚11点就开工 大约1小时就出事 务工处人员早上到场调查 用仪器检测 渠务署说四个工人当时是进行污水渠的清洗工程 按计定的工作程序 工人会从沙井外面引入高压水后清洗 不需要进入沙井里面 其中一个调查的方向 其实处方就会看一看 因为照计清理这个渠管 工人是无需要走入沙井 他在地面那里高压噴水就可以了 为什么会有工人在沙井那里出现的死亡事故呢 这里是其中一个调查的方向 宁汉豪在立法会 一个小组委员会主动回应事件的时候又说 有关清理渠务的工程已经停止 也都会暂停同类的地底渠管清洗工程 确保承建商和工人明白有关的工序 有当区的区议员就说 事发的现场位于游乐场里面最入的位置 凌晨的时分都比较少人经过 出事的话都较难发现 行政长官李家超向死者的家属 致以心切慰问 表示政府会提供一切的帮助 强调工业安全有赖作业人士 和有效的管理制度 无线电视机载彭荣熙报道 过往发生过多宗涉及沙井的致命意外 同一位置在2006年也都发生过事故 工会质疑承办商没有做足安全措施 涉事的地盘属于渠务署 九龙及新界南区渠务维修建造工程 据了解承办商是超轻人力连营 外判商违信渠务负责清洗渠务工程 事发的渊河游乐场在2006年 也都曾经发生沙井致命意外 两名外判工人被困在地下两个钟头之后死亡 去年九月 九龙原坊商场地下设施 两名工人吸入沼气昏迷 事件一日才被发现 劳工处之后收定密闭空间工作指引 列明承建商要撤闭路电视 以及记录工人出入时间等 但目前仍未实施 工业商忘权益会质疑 就算有指引都未能防止意外发生 指引又指引地写 但是执行仍然很多地方不到位 发现有很多垃圾要清理 要用人手去清理的时候 那又有没有事前想过 会有机会出现这件事 而做足相应的预防措施 有专家就说进入密闭空间工作之前 需要有合资格人士评估 这个沙井因为在这里附近 就是一个污水处理厂 或者叫污水奔房 那个流化氢的含量 是熟悉的人都应该知道 这里是会特别高的 所以如果在这里附近做事 其实一定要做足充分的密闭空间 相关的措施 要长期的气体监控 上落要有一个吊具 还有外面有一个我们叫做看守员 在外面看着保持沟通 建造业总工会就说 由于渠墓工程的沙井是相连 建议在上下游各开一个井盖 进行扶压抽风 无线电视机者陈聚航报道 转体下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4个多钟 当局在早上8点下午1点的期间 收到54宗林树报告 没有人受伤 西贡降雨量一度陆德超过40毫米 青岁湾道有大树倒塌 消防道场升起云梯 脚端有倒塌危险的树干 逐一清理运走 来回银影路和银线弯回旋处的一段青岁湾道 来回行车线全线封闭 去到下午近3点才解封 期间专线兆巴和巴士都要改到行驶 山顶纜车受到塌雪影响 连续第三日停洗 有业员批评拖延太长 影响旅客体验 山顶纜车八家道站附近 工人仍然在搬运和清理 一棵直径大约一米的大树 星期日在黄雨和强震风影响下倒塌 压着纜车路轨范围 当局说树木庞大 现场环境狭窄地势糾潮 会加派人手以尽快恢复服务 山顶纜车已经连续第三日停洗 有议员认为拖得太久 影响香港形象 清理的岛树需要三天的时间 我觉得这个效率是需要改善提升的 希望岛树能够尽快清理 还有可以能够尽快令到山顶纜车恢复运作 令到游客可以能够来到香港 专程乘坐山顶纜车的时候 是能够尽兴而回 毕竟现在纯粹是要靠巴士去转乘 这样的形式上山顶是不方便 还有体验是没那么好的 乘巴落往中环和山顶的15号线 继续改道 要经花源道 接载市民和旅客 无线电视记者王子月报道 港铁香港站附近下午有讯号故障 机场化线和东涌线列车服务一度受阻 市区预办登机服务也一度暂停 在机场化线香港站 有旅客来到才知道预办登机服务暂停 港铁职员再旁协助 香港站附近下午3点50分发生讯号故障 大约半个小时后完成收服 机场化线东涌线列车服务 以及市区预办登机服务逐步回复正常 250个在路窩涉及电骗的中国直疑犯 被移交至中国警方 路窩当局近日在云南 塞伤板纳边境口岸 将疑犯和涉及的物品移交至中国警方 河南警方在前年11月 发现一个以中国人为首的犯罪集团 在路窩针对中国公民进行跨境 裸疗烤炸 电信网络诈骗等等的犯罪活动 涉案的金额巨大 两国警方近期持续进行国际警务执法合作 堵破三个在路窩的犯罪窝藏点 拘捕250个疑犯 公安部说会加强打击的力度 和国际执法合作 坚决压制、跨境、裸疗烤炸等的犯罪 维护人民群众财产安全和合法权益 回来新闻时间 行政长官李家超认为 新田科技城的环评报告符合环评条例 强调发展和环保可以并行 并会保持当地的原有生态价值 新田科技城发展 环境咨询委员会有条件通过相关的环评报告 提出15项条件和建议 对于有10个环保团体联署质疑环评报告 有30多处违反法定要求 包括增加发展规模一倍之后 仍然沿用旧的环评等等 行政长官李家超强调报告合规 我们谈论的不仅是面积 我们谈论的是更加是质量 因为我们终于有面积 如果鱼堂是荒贵 甚至鱼堂是没有鱼的 这个不是我觉得是一个好 而积极的环境保护政策 积极的环境保护政策 是会将我们的环境生态加强 但是同样是会确保到我们的发展 是可以并合 环知会要求填平鱼堂工程 要向环保署提交计划 包括建立米布湿地优化措施 预计填平工程202627年开始分阶段展开 而当局提出用来补偿的 三宝树湿地保育公园 最快亦都可以差不多时间展开 争取第一期2031年员工 整个的目标是2039年或之前起好 期间会有额外的生警优化措施 无线电视记者李卓迁报道 香港机场上月的客货运量 都录得显著升幅 其中客运量按年增长超过五成六 达到436万人次 机管局公布 上月机场的飞机起降近三万架次 上升百分之八 所有类别的客运量都有增加 部分受惠于货获节假期 来往内地、东南亚和日本的旅客 都录得显著的升幅 同期的货运量按年上升一成半 出口继续为主要的动力 按年增长两成三 当中来往北美、欧洲和中东 出现的较大增幅 总结今年第一季 机场客运量近1300万人次 较去年同期 全面通关前相比急升超过八成 飞机的起降量上升六成三 货运量就上升近两成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 王毅、杰俊、印尼、巴布亚、西基内亚 和简报寨访问回国 有学者认为 王毅只行促进中国和三国的合作 也都向国际社会宣示 美国联同菲律宾等 就南海局势向中方施客 将不会得逞 刘伟宜在简报导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 六日三国访问都获得高规格接待 会见三国元首和政府首脑 有简布泽学者认为 王毅今次出访 可以抗衡美国试图增强区内影响力 美国菲律宾同 日本近日举行三国峰会 就东海和南海问题向中方施压 学者认为 简报寨在内的东盟国家 都希望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美国同谋不会得逞 至于中国和简报导的合作 当地政府多次明确表示 欢迎更多中国企业来简报债投资 金平亦都期望 会有更多中方兴建的公路 电力和水利等的基建项目 能够早日落地 无线电视记者刘慧宜 在今边报道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即将访问 美国传媒报道 美方正是考虑切断中国的银行 和全球金融体系连结 借此阻撓中方支持俄罗斯军工企业 中方批评 美方对中国正常经贸往来 进行无端指责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星期三起一年三日访问 外交部北美大洋周斯 星期一介绍访问相关情况 指出台湾问题 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 台海和平稳定面临的最大威胁 是台独势力分裂活动 和外部纵容支持 坚决反对美方近期 在台湾问题上的错误言行 又说美国不是南海问题的当事方 不应该介入 更加不好搞局 当局又提到 美国在出口管制 投资审查 单边制裁方面 不断对中国采取新措施 认为这样不是去风险 而是制造风险 而美方抛出所谓 中国产能过程论 背后包藏的是 压制打压中国产业发展的祸心 是赤裸裸的经济脅逼 和霸道霸凌 对于乌克兰危机 当局说有关问题 不是中美之间的问题 美方也都不要将它 变成中美之间的问题 路透社报道 布林肯上星期五 批评中国在俄乌战事当中 向俄罗斯提供关键武器零件 华尔街日报就报道 为了阻挡中方支持俄罗斯军工企业 美方正考虑对中国的金融机构 和其他实体实施制裁 切断中国的银行 和全球金融体系的连结 在北京 外交部说 中方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 积极劝磨速谈 推动政治解决乌克兰问题 美方一边出台大规模 援助乌克兰法案 一边又对中俄正常的经贸网 来进行无端指责 这种做法及其虚伪 也十分不负责任 我们奉劝美方 拱火交友也好 抹黑水果也罢 都不是解决乌克兰问题的正确途机 发言人说 只有兼顾各方合理安全关切 透过对话谈判 建立均衡 有效可持续的欧洲安全框架 才是解决乌克兰问题的 唯一正确选择 无线指级仔 梁永山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